好这个是早上六年就到市场 去买了桃园乡下的黑猪肉 切到现在快要完成了 透明公开 等一下子我的配料 就跟大家分享 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切 因为昨天我的同学来 他说要向我帮他做十斤 所以今天既然是好同学 就帮他再做了 最主要就是我的辣椒跟花椒快没有了 因为还留一些自己做辣椒要用的 所以既然是同学又再做了 就这样子慢慢的切 早上六点到现在 这个工一个人切二十斤 慢慢的切 这个桃园的黑猪肉 就是本地台湾就是桃园 黑猪肉是最有名的 就是乡下的黑猪肉 所以它价钱也是非常的高 切成丁 那我的肉呢 这一次也是一样的 接近九成 就是十七斤 十七斤里面的瘦肉 而且纯后腿 你看这全部是后腿的瘦肉 然后三斤的肥肉 总共是二十斤 这个比例相当的瘦 但是也一般在卖来讲 文化中比例成本太高 所以一般在外面也很少吃得到这么瘦的 所以要就自己做 那公开来也是给大家 如果有兴趣呢 里面也可以自己做 因为二十斤 说实在的 我朋友很多 一个人分一两斤就没了 真的要给我买 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做 好 接下来我就是来透明公开 我的配料 这就是二十斤的肉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瘦肉 这一大锅 这个肥的也是切好的 肥的就是这么一点点 然后就很简单 就是 首先就是这个 这个糖 就是透明公开就是糖 糖 没有添加其他任何的东西糖 然后还有就是四川的辣椒 因为有人不敢吃辣 这是原味的 所以辣椒就 比较没有那么多 这四川的花椒 这都是自己磨的 自己晒干的 花椒 这个就是胡椒粉 放一点 因为没有放防腐剂 所以只要放辣椒 放胡椒就是 让它替代防腐剂 今天特别又公开一个 就是之前一直没有公开的 忘记了 就是我妈妈最近 我做的时候我有去问我妈妈 之前一直都没有公开 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盐 盐一定要炒过 一定要炒过 而且要用不锈钢的锅去炒 因为不锈钢它的温度 你可以用很小的火去炒 不锈钢炒热快 一定要炒过这个盐 这个是上次忘记公开的 我们炒盐炒糖 然后再去炒 接下来呢 成本很高的就是 我讲的这个高粱酒 高粱酒 之前是用53度的 要2000cc 所以说我这高粱酒呢 要配 两瓶是1500cc不够 所以要两瓶半 就要2000cc 而且这个高粱酒呢 也是金门高粱 我们先打开 所以有透明公开 我的食材 高粱酒先打开 先加进去 所以我这个成本相当的高 两瓶半的高粱 加上这个猪肉 我的蒜素不是很好啦 但是我初纪孤菜 光是这个成本 就超过350块 如果说要细蒜 还有一些花的这个公 还有一些这个辣椒花椒 这些东西 那我就算不出来了 这个成本 倒下来 这个倒下去 所以说透明公开食材 那接下来呢 这个还再加500cc 就再开一瓶 就这个秤 这个秤喔 好 秤打开 因为加到两公升的高粱 秤打开 灯打开 好 我们往放上去 好 扣重 扣重 好 好 这个高粱 再打开第三罐 好 都是现开的 正扣重了 好 再加500cc 就是0.5公斤 超过一点点 没关系 两公升的高粱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的香肠就是透明公开 我的成本出算超过350 如果说外面有便宜的香肠 也可以建议你自己做 或买外面的 与您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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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